至少我觉得从2022年 我们要学到了一个经验的教训 就是市场是不靠谱的 非常不靠谱 如果2022年我们亏了钱 还没有学到任何的东西的话 那我们就白活了 大家好 我是红浩 欢迎收看经济通的新的节目 红浩策略 我将和各位分享 我对全球经济政治市场的看法 并在合适的时间段 提示各位交易的机会 非常荣幸能够有机会 和经济通合作 一起向各位读者分享这个节目 我们在去年的10月底的时候 我们说港股 当时我们说的这个目标价 定的目标价是2万3千点 那么这一次 我们看到港股上攻到2万2千8百点 离我们目标价仅仅差了200点的这个位置 它又停了下来 那么当然我们做股票 肯定是希望它升得越高越好 对吧 但是呢不太可能是巧合吧 因为呢毕竟在我10月底的时候 我们定目标价的时候呢 我们是经过很多思考和模型的计算的 那么大概2万3千点的这个 这个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如果我们能够meaningfully 就是能够比较明显的突破这一个这个关口的话呢 我们才会想考虑呢 就是把这个目标价向头上调 那么所以呢从那个时候其实到了2万3千是在2月份的时候 那么现在已经已经两个月了 已经两个月了 也没有怎么动 而且呢甚至它一度呢下差到1万 就是2万点楼下 那大家都很迷惑啊 就是说这个这怎么回事 也不是很贵 但是呢它就涨不上去了 那同时呢刚才你讲 就说A股A股的外资其实都是就是南水 就是这个这个这个香港前呢 通过这个两地互联互通的这个机制呢 跑到北方去买 那其实都是自己人 那所以我觉得并不代表外资 那其实我们看到外资对于中国经济的复苏与否 还有对未来的走势的判断呢 还是将信将疑的 那毕竟呢去年啊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历史性的经历一轮历史性的下跌 所以呢你的你的信心要修复的话 它是需要一段时间 还不是一夜之工 它是需要一段时间的 所以呢这是香港的情况吧 我们需要新的catalyst去去形成一个新的上升的公司 那爱的可能是比如说美国这个不确定性 这个这个经济的衰退悬而未解的问题 得到了一个完整的答案 一个确定的答案 这个不确定性的被解除了 解除了之后你就 这个这个市场呢就会开始有表现了 所以呢这个 这一些呢都是我们现在悬而未决的一些问题 它是需要它是需要解决的 对吧 那么所以大家也不要太着急 不用每天做 这个当市场的风险不利于我们的position的时候 我们就不做 很简单 对吧 你这跟钓鱼是一样的 对吧 那你就等到鱼儿咬你的钩就可以了 不要着急 不要着急 所以我们等待这个市场的这个不确定性 得到充分的释放 我知道做市场的人他非常的迫切的想要获得回报 对吧 那但是呢 我们已经走过一轮了 毕竟刚才我讲到了 再横子一万四千多点的时候 我们让大家慢慢买 那么买到两万三 对吧 那么在A股上涨两千八百点的时候 我们让大家慢慢买 现在买了三千四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是说它还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涨幅吧 这一轮的涨幅 已经提前兑现了这个经济复苏的这个预期 那剩下来就是说在这样的市场里头 这样交错的事不仅仅是中国 那么你看一下美股也是一样 对吧 什么硅谷银行的倒闭啊 什么这个那个 然后这个美人所收紧啊 但是呢 我们都没有看到 美股有一个meaningful的回调 标普能仍在四千一百点 那各位想象一下 标普现在那个是十九二十倍的PE吧 就又贵了 又贵了 一般来说 如果美国在下半年进入一个经济的衰退 对吧 因为美联储自己都自己的官员都会预测下半年进入一个衰退的这样的一个阶段 一般来说呢 衰退的时候呢 盈利的增速呢会下降百分之二十 这个multiple 就是这个市盈率的倍数呢 会下降百分之二十 这是一个标准的这个衰退的scenario 至少呢我们认为 就是说如果衰退的情景成立的话 那么我们应该看到 美国的标普指数呢 下降三分之一 甚至以上 也就是回到三千 三千点低位的这样的一个水平 如果美股真的在兑现这个衰退的预期的话呢 那么它的点位很难想象会在这样 这现在这样的一个高度 对啊 所以 然后呢 如果美国下调的话呢 那么对于这个海外市场呢 都会有很大的冲击 所以这个很可能也是为什么我们 这边的这个市场呢 涨不上去的这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原因吧 降息是对 衰退的确认 只有衰退的你才有需要去救它嘛 对吧 当然如果你不降就更惨了 所以呢 历史上来说呢 毕竟呢 我们这一轮的加息周期也是实无前例的 甚至我觉得 如果你单单是从它加75个点的这个次数来看 其实是比保罗沃尔克有过值五不及的 对啊 那么我们很快的从这个零利率呢 加到5%左右了 对啊 所以呢 我觉得各位呢 就是 很多人都觉得哈 就美人处于减息 我就可以 我就可以买了 不是的 美人处于减息 美国经济就衰退了 美国经济衰退了 要在美国经济 美国的股票呢 反映了这个衰退的预期之后 我们才会有所动作 而不是说美联储去 美联储去增加息还是减息 那同时呢 那同时呢 我觉得减息的这个动作呢 也就是大家有一种很奇怪的认知 就是说啊 你加加加加到这个 现在通胀大概是5左右 对啊 那么就觉得啊 就可以减息了 就算是你现在加到了5 再加25个点 通胀在5出头 那么你的实际的利率还是负的 历史上每一次美联储加息 都是加到这个利率为正 那个时候呢 才会出现这个减息的 这样的一个手段 所以呢 我觉得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认知的 但是呢 我觉得时至今日 经历了2022年 历史性的一年 当然2020年也是历史性的一年 2020年是天灾 2022年绝对是人活 所以你 当你看到2022年的 股票和债券的相关性 出现了这个历史性的正相关 就是股债双杀 股债双雄 债券比股票跌得还惨 美债最安全的这个资产 跌得比这个美股还要惨 这个7月份要减息 这个都是从美债的这个 期货的收益率 这个曲线隐含的概率 去倒推出来的 那我告诉你 市场的价格很可能是错的 市场的价格在极端的时候 绝大部分的时候都是错的 OK 所以呢 当我们去迷信 价格里头隐含的预期 去倒推出这个减息的概率的时候 这是非常的不靠谱的 至少 我觉得从2022年 我们要学到了一个经验的教训 就是市场是不靠谱的 非常不靠谱 即便是今年 在硅谷银行 这个破产 很快要破产的时候 但我们看到当时 破产的时候 我们刚刚看到那个 德银这个CDS CDS 它的这个 这个价格的一下飙升 飙升到有史以来最高 就比这个什么 2020年的这个 新冠呀 还有这个当时几年前 传这个德银要倒闭 比那个时候还要高 你觉得靠谱吗 绝对不靠谱 对吧 因为这个CDS的价格 是一单500万的单 下去的 然后把它打上去 然后开始做空 这个德银的股票 可不就这样吗 然后大家一看 Oh my God 这个CDS涨这么多 德银要破产 哗下去 空这个德银的股票 德银股票 一夜之间跌了18% 就是这么来的 所以市场是非常不靠谱的 所以我相信的 就是说 如果2022年 我们亏了钱 还没有学到任何的东西的话 那我们就白活了 OK 所以我不会太在意市场怎么说 而且市场这种所谓的隐含的概率 历史上也没有发生过 即便是发生了 那么它显示的是 美人储承认了 这个经济要衰退 因此它要减息 经济衰退的时候 盈利要下降20% 市盈利要下降20% 总体来说 整个市场向三分之一回到3000点的 low3000点的水平 就这么简单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在这样的风口浪尖之下 我们去 去take risk 我觉得是非常的不靠谱 非常不靠谱 那么刚才呢 您说了 就是说是不是这个山雨欲来 丰满楼啊 反正窗外就是这样 感谢各位收看 经济痛的红豪策略节目 如果您喜欢这条影片 请点赞转发并订阅